马公文传一靠港迎面而来的就是这家无敌海景饭店 从房间窗户看出去 一望无际的海港是不少澎湖旅客的首选 但却被爆出这家饭店居然是非法营业 原来饭店日前因为违反水污染防治法 被吊销旅馆执照 尽管改善并且通过审查 但是营业执照没有重新申请 所以不能擅自恢复营业 如果跑到那个旅游处都不给我们营业 要给我断水断电 造成一个人都不能进来 不能进来我也是没办法很无奈 我准备的话不营业了停止营业了 业者从13号收到罚单之后就停止招揽客人 现在饭店空无一人也将大门关闭 对于这种不合法的一个行为 我们还是会采取虚计查 饭店三年前曾经协办过全球旅游皇后选美活动 各国家力就是下榻这家饭店 尽管现在就要歇业 但饭店官网还是能够订房 恐怕也会让顾客误定造成困扰 记者颜语龙曹秋人澎湖报道